哎呀 哎呀小女孩 她晚上都整这儿来干啥呀 给蚊子开席来了 别说我这当妹妹的 有八卦不告诉你啊 八谁八谁八谁 听医生八卦 听医生八卦 你发现没发现 大姐和大姐今天有点不对劲 发现了 你也看出来了吧 今天晚上大姐康康造了两碗大米饭 我要不来的 等于锅底下那点嘎巴都让她抠去了 不是这个事 什么事 你什么时候见大姐大晚上的 化个浓妆 打扮得花枝招展的 关键她还偷偷摸摸摸的 谁偷偷摸摸的 什么事 还有大姐夫 平时多稳重的一个人啊 今天她也偷偷摸摸摸 谁偷偷摸摸的 别吵吵 谁偷偷摸摸的 大姐夫 你别吵吵 吓我一跳 大姐夫今天说着说着就唱上了 唱着唱着还跳上去 从头到脚就写着一个字 嘚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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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她俩肯定各自有事啊 我告诉咱爸咱妈的 哎呀不是你回来 我听见她俩说 等会儿在小花园这儿约会 真的 啊 在哪儿啊 就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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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说咱俩作为其妹妹 啊 是不是应该关上关上 那不虚愈的 你看看 我设备都带了 就是女专业 大宝 我妈的妈 你怎么藏这儿了呢 你穿着跟都脱布一个的 你不让我隐蔽吗 这隐蔽就隐蔽呗 还玩什么手机啊 哎呀 没妈呀 这上面都是吃的呀 你不懂 现在打开抖音 搜索吃喝玩乐网 点进去 周边那些吃喝玩乐 全向你推荐了 真的吗 那我动心了 咱俩撸串去吧 走啊 哎 站那儿 咱俩干啥都不知道啊 看上去 看上去 赶紧藏起来 快点快点快点 走走走走 走走走 哎呀 真理 你快走 快走快走 你别看手机了 干啥呀 我玩游戏呢 啥游戏这么好玩啊 啥游戏 威乐家乡游戏 地道家乡玩法 免房卡免下载 亲友娱乐 都用威乐 我可愿玩 这时候还有心思念广告呢 咱小区什么事了 这啥事了 我跟你说啊 赵刚子 下碗黑 在咱小区里 支了个帐篷 刚才我看见他在里面鼓鼓秋秋 不知道干啥呢 你说他是不是挖咱小区地基呢 这事你管不管 我必须得管 赵刚子 干什么玩 干什么玩啊 你干什么玩啊 你吓一跳 吓死我了 干啥呀 你俩揣面呢 我跟你俩说啊 刚才啊 我看见这么一大坨东西 从我眼前飘过去了 差点没把我吓死 什么什么东西 闹瓜子长俩记忆就 脸大白 眼泡雀黑 大嘴唇通红 哭哨家就消失了 这家把我给吓的 新闻遇上你俩了 要不我都不敢回家 哎呀 话说 幸运 行了 行了 这么样子 是不是晚上没吃饱饭 饿受换节了 啥换节 小胆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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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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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还会这样 你们怎么关事呢 干啥呀 开会点啊 小点 小点声 来人啊 谁吃蒜 致敬二十年的感情 我来了 致敬二十年的感情 我也来了 咕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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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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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你这个米 我这个钢 也就只能拔个罐 没有你这个钢 我这个米 只能烂在地里 我这个大钢 只能盛下你的一粒米 我这个大米 只能放在你的大钢里 二十年 含纸一挥间 二十年 一点没变 你的容颜 二十年 一点没变 你的身材 阿米 我仿佛看到了 二十年前的你 你今天晚上真好看 刚 你今天真帅 仿佛看到了 二十年前的你 米 二十年前的今天 我们两个人 私定终身 今晚 我将让你度过一个 浪漫的夜晚 祝你 二十年前的那一晚 夜黑风高 我孤身一人 来到了你的身旁 我 我骑着我的二八自行车到车站去接你 我飞身坐在了你的后座上 我在前面 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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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 自行车原地没有动 灯 我说 钢子 不如我们俩换一换呀 我说 肿 于是我在前面 灯啊灯啊 灯啊灯 灯 我在后面 搂啊搂啊搂啊搂 搂啊搂 尽量的搂啊 什么情况 车太爆了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不要管他 我们两个人 溜达溜达吧 你把我 带到了你的小木屋 你从你的身上 拿出了从家里边偷出来的户口本 我拿着户口本 连带着我一百五十多斤 交给了你 可是你傻傻地站在那里 一句话也不说 我被你的一百五十多斤砸懵了 我激动地拉住了你的手 我想激动地对你说 可是 你什么都没有说 我又紧紧地抱住了你的胳膊 我 激动地想对你说 你还是什么都没有说 于是 我在你脸上 亲了一口 我 麻烦 这个时候 你说了一句话 我送你回家呀 就是这句就是这句 赵刚子 你说当时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喜欢 那你为什么不把我留在你的小木屋里 今天晚上我将弥补你这遗憾 我懂你 看 小木屋已经准备好 你不送我回家啦 那时候我年轻 青涩 不好意思 那你现在怎么好意思呢 现在咱俩都熟透了 哼 你放心 今天晚上 我不会逃出你的手掌心 来吧 我150多斤的卑鄙 嗯 汉米 你知道我人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吗 就是在那关键的场合我没有向你表白 今晚我要大声地向你表白 来吧贝比 等一等 我要让月光照进我们的小木屋 我要在月老下向你表白 咱俩 咋的啦 我看到一个胖月亮在嗑瓜字 但你 这个地方不吉利 咱俩换一个地方 好 哎呀 钢子 咋的啦 这个地方野生洞我有点多 咱俩再换个地方 哎呀钢子 你干啥 你搬家呢 赶紧表白呀 我送你回家呀 哎呀又是这句又是这句 钢子 哼 我讨厌你 咱俩回家吧 听我跟你说啊 回家表白 你放心家里边现在肯定没有人 你就是不想跟我表白 我 我跟你讲 他们也有人 有人 人很多 哪那人 哪呢 哪有人 哎呀 你不管有没有人 嗯嗯嗯 就就今天跟那二十年前那天晚上也不相辅啊 怎么不相辅啊 那天晚上有风 今天晚上也没风啊 这不有风吗 那天晚上还有月亮呢 那天晚上 漫天的繁星 好 干嘛 让你表白就这么难吗 大米 和你在一起是我人生 最大的幸福 你的出现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爱 假如时光倒流 我选择的还是你 我一直想把这世界上最好的送给你 可是我却发现 你 才是这世界上最好的 好 那你那天晚上还要送人去回京 我那天晚上不是跟你客气客气 没想到你还真不客气 现在我才明白 男人有的时候不能太客气 70年 当晚 所以我 希望最初是你 本来是你 最重要是你 我爱你 我爱你的 是你 idag poder 拿来 给你 带你